如果有两位女士都有心仪的对象 而右手都是带同一样的水晶 那你会谁会赢呢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 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今天和大家玩一下 在什么情况之下 水晶能量是会互相抵消 第一当你有两个水晶陣 放得很近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 例如你已经制作好水晶聚宝盘 放在你的财位 之后旁边又有一个阵 那你两个阵也有许愿连结的 这样两个阵的功能其实是会互相抵消 为什么呢 因为放得太近了 例如这个我求财的 这个我求事业的 为什么呢 我经常说的 这个是圆形的七星阵 它的能量是周围会发放出去的 而这个事业的处形是向上发展的 好了 它的能量就会是有一个抵消的呈现出现的 那我们怎样去处理呢 我们会将另一个阵 我们放在其他的位置 因为为什么呢 我经常说财位并不是只有一个 还有事业的位 如果你求人员 有人员位 如果你说我求文昌的 学业的 又有这个文昌的位 只要放在其他的位置 就不会出现水晶能量互相抵消的状态 很多人就会担心的 如果我放了很多水晶的摆设 例如这个球形 这个柱形 同一个位置 是不是它们都会出现水晶能量互相抵消呢 例如这个是求财的 这个柱也是求财的 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一要看你水晶摆设 有没有每一个都立了这个愿望的 第二是否你的水晶摆设 它的愿望连结 是不是同一个愿望呢 OK 第三你摆放的时候是不是一看法呢 例如我这个是求财的 我这个就是要求健康的 那就有分别的 如果不是的 我这个是柱形的 也是求财的 我这个圆石的也是求财 这个是可以的 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了 第二个情况呢 当你的水晶遇到其他人的水晶的时候 例如你打麻醉的时候 赌钱的时候 你的对家 其他的着友 大家都打了这个水晶 这样的水晶就会出现互相抵消 看看哪个水晶的能量power强弱 我们会以数量 大小 水晶的品种 加上我们下了的意念的能量大小 做这个能量大比拼 我之后呢 是会有一集呢 为大家介绍的 好 当水晶的能量互相抵消的时候呢 我们的水晶的功效呢 就不会好像平时那样 发挥到能量的强效的 效果会大大减弱 例如一个场合 很多人都带上粉红色的水晶系列 很想吸引人缘 那这个情形呢 效果是会减弱的 更加严重的话呢 如果有两个人呢 都有心仪的对症的时候呢 他们呢 可能是会捏过的 因为为什麽呢 他们带在右手嘛 他们已经有目标的了 希望这个和我的目标呢 有所发展 这样在这个时候呢 你要马上增强你的水晶能量了 怎样呢 除非你的水晶能量呢 比对方高 这样呢 就可以变成了会高频的了 例如我想要强过对方 那你要马上呢 加一条这个天蠍啦 或者亚赛斯特来啦 或者是这个超7啦 这样配合呢 你就可以捏赢对方 因为怎样呢 你旁边的水晶 upgrade了你主要的水晶 令到你的能量呢 可以强过对方 其中呢 我常常说啦 如果你是以水龙珠来说呢 好 那你更加可以是一滴八 但当然要用同一个色系列的水龙珠 才可以的喔 因为常常说是专科医生嘛 好 有机会你们大家自己去测试一下 耶耶 四月份的过程已经爆满了啦 我为了答谢各位的粉丝支持啦 现在呢 加开四月十三和二十二号两天 两天而已 如果之前报不到名的朋友呢 快点进来报名啦 Peter等着你